那你看到这个拜登呢 他又再宣布 再给乌克兰8亿额外的军援 这个乌克兰的总理去之后 又拿到了一份大礼物 零零总总算起来 开战以来总共给了34亿美元 而这个新一轮的军援 包括什么呢 来看是不是有大杀器又出炉了 包括72门的155毫米的榴弹炮 包括这个我们看到弹药 还有包括这个 这个121架的凤凰幽灵战术无人机 这个好像过去没有听过大前 所以大家今天一看 大杀器又出炉了吗 但是我们看到一些讯息 这个五角大厦的官员又说 其实这个凤凰幽灵 它是专门 是美国的空军 专门帮这个乌克兰打造的 因为可能之前的那款 之前那款不是很厉害 来不及做是不是 还是太贵了 所以这是比较低价的 这个自杀无人机 这个Coby告诉大家 这是专门针对乌克兰需求做的 这个速度也是蛮快的 对美国来讲 他这次真的是尝尽了甜头 得到了所有的好处 所以拜登才会对外讲话说 他没有想到乌克兰的这个 兵士的战力有这么的坚强 让他非常的亚裔跟佩服 那么这句话的另外一面 其实就是告诉大家说 美国的盘算 只要提供弹药 只要提供经费 就自然有人在战场上 在乌克兰的土地上 为他们消耗掉 俄罗斯的国力跟军力 所以这笔买卖实在是太划算了 我一直强调不用伤掉 伤亡一位美国大兵的性命 就可以把美国在欧洲 最重要的地缘政治威胁俄罗斯 让他受到很大的冲击跟打击 所以当然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就如同刚才这个亮哥讲的 如果美国能够用这么低廉的代价 就可以达到他的这个地缘政治的效果 他当然不希望这场战争结束 这场战争最好就继续打下去就好了 而且不要说这个凤凰幽灵的战术无人机 事实上在前几天 北约的官员还说出另外一句话 他说我们给乌克兰的武器 有很多是没有在清单上让你们看到的 还有很多惊人的武器在里头 所以事实上美国或者是美国的盟国 对乌克兰所提供的援助 除了经费 除了这个军事的战备援助之外 事实上可能还包含了人员跟技术 前两天我们看到的新闻报道 当时大家在讨论莫斯科号为什么会被集成 那么美国的这个侦察机 是不是扮演了关键的角色 在美国侦察机在雷达上消失的那段期间 它是不是就提供跟掌握了莫斯科号的位置 看起来这就是一个北约国家共同努力的成统 的确 所以现在是美国跟它的盟国躲在背后 然后想尽办法利用乌克兰的人民 来重击他们在地缘政治上最大的威胁俄罗斯 这盘棋很明显的就是如此 弹簧刀无人机一架才6000美元 那如果是凤凰幽灵跟它差不多 一架也只有6000美元 它比较便宜 没有 它是低价的 它是更低价 凤凰幽灵只能用一次 对 一次性的 单次使用 一次性的 我想就是类似自杀无人机 就是一个炸弹 对 可是它是一个可以操纵的 比如说弹簧刀它只能够飞15分钟 所以大概就是这一类 这个要做有效的重武器的 这个不算重武器 这是在短程内才能够使用 很有限 我觉得有一件事你值得观察 俄罗斯它最近不是发射 赛尔玛特长城的 18000公里那个东西吗 可以搭核弹头的 发射10个核弹头 为什么它要做这件事 它就是要跟美国讲 说你不要太过分 所以他知道真正的力量是美国 不是泽伦斯基能决定的 不然他发射在干什么 对 但美国还帮他讲话 美国说那个不叫做威胁 其实泽伦斯基就已经讲出了 类似威胁的谈话 但是美国向来谴责 这个普丁不遗余力 但是在他发射了之后 这个美国还特别帮他讲话 说这不叫威胁 告诉大家 这是例行性的 我们有被告知 我看我们就觉得很奇怪 然后另外我们看到 这个美国的军援之外 当然在这次 德国的压力很大 德国被骂到臭头 因为德国的这个 原屋的武器呢 不断的缩减 太贵了啦 他也不想这个参战 也不想这个卷入嘛 清单从48页 减少到了24页 那他的这个重型装备 也被否决 所以引发了国会的 集体不满 那集体不满之后呢 德国外交部长 还特别出来缓甲了 说德国没有什么顾虑了 我们只是要优先提供 这个前苏联的设计的军务 因为这样才可以跟乌克兰对接 所以杨敏你来看啊 我觉得这样子可能还不够 因为泽伦斯基的愿望清单 真的是越开越大 越来越多 确实啦 乌克兰是需要援助 没有错 但是战争市门好生意 这个开的会不会有点离谱 4月22号世界银行论坛的时候 他就告诉大家 他算给大家看 他也很会算 每个月需要70亿美元 一个月 折合台币就是 2063亿财政的支援 才能够补足战争造成的经济损失 4月17号更早前你记得吗 在G7 他希望提供500亿美元 折合台币1.4兆 这样都还不够 乌克兰现在民间 民间呢 乌克兰整个你有看到整个乌东吗 我们昨天放给大家看 特别是这个玛利波 就是一个鬼城 民间很多人都已经出逃出去了 这个银行的钱恐怕也卡在那里 不知道该怎么领 民间还要发起募资 要帮自己的军队买战机 我看到这个 我真的觉得还蛮心酸的 那截至4月18号 已经募资大概折合台币是17亿 这个战机就算买了 能够送进来吗 所以还要用到这个民间的钱 民间真的已经苦不堪言 然后你再看看 泽伦斯基的这个愿望清单 越来越豪华 天哪 其实我觉得我们把这个 一开始讲 他没有收到停战文件 他没看到 他不知道 跟他的愿望清单 我觉得这两件事情 要搭在一起看 为什么 他现在 你看包括他的总理到美国 去拜会拜登 然后呢 拜登立刻 13亿美金 这个8亿的这个军援 跟这个5亿的经济援助 马上开 好 那如果 接下来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 这个泽伦斯基的总理 还会到很多国家 我刚刚讲了嘛 前一波 第一开始叫做 视讯演说巡回 第二波叫见面会 到基辅来 第三波 我派我的人去 去跟你们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打招呼 告诉你们 我们有哪些需求 我记得我上个礼拜 就有讲过就是 这是泽伦斯基 为重建在铺路 你看果然 提出来了 提出来这个 重建的资金了 如果已经停战了 他还能够开 这么多吗 所以他必须要 营造一个战争 还在持续 我们是受害者 我们现在不断的 这个乌克兰 非常的惨 然后呢 你才能够给我更多 我相信 如果今天 比如俄罗斯 突然就说 我们这个停战文件 传过去 然后乌克兰说 对我们已经拿到了 你知道全世界 就会说 哇太好了 所以你把它看成 是一个募资的话术吗 我觉得某某程度 这有一个策略 这个用一个比较 他的政治策略 或是说他的 因为 请问这个战争 就算结束 谁是乌克兰总统 还是他 他接下来还是要面对 国内的民生 经济 等等的问题 我们都还不要论说 他能不能 在这个俄罗斯 签这个协议里面 得到 占到一点便宜 这个都还不说 但是未来 他必须要面对 他的人民 那他的人民要 他知道 如果今天 以现在这个百业萧条 然后呢 这个城市 这个面目 那个面目全非 他要怎么把这个国家 带领起来 别忘了 很快的 他又要争取连任 这就是 这就是一个国家领袖 国家元首 他要思考的问题 所以 他这时候 第一件事情 我要先把 你们要的 这个开的支票 我全部拿到 我要多少钱 要多少钱 他拿得到吗 你觉得 如果以现在的状态 你看 我觉得 某种程度 我们这个全球的局势 就是这样 正义的一方 总是会觉得 我为了展示一下 我们是正义的 你看 即便 你看我们台湾 我们的人民 多么和善 都可以这样 自主就发 就捐了9亿多 给 虽然说你看 如果你用那个 这个泽伦斯基说 他每个月要70亿美金 2000多亿台币 我们捐那个9亿 真的是零头 到了没 真的是零头 没有 但是9亿 目前还没有 还没有完全过去 那你看 他们讲这个民间 这个17亿多的 这个要买战机 他可以 这个价格可以买三架 这个米格29 可是重点来了 你要跟谁买 是啊 好 说穿了 可是说穿了 怎么弄过去 说穿了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 外宣的概念 这个民间 乌克兰有多团结 这个民间搞不好也是 那个后面的这个 也是乌克兰政府 或是乌克兰 乌克兰政府的企业家 然后他们希望营造一个 我们全民为国捐款 为国牺牲 我们都是在所不辞 这时候国际多感动 我再多捐顶一点 你看 我觉得这个完全都是一个 campaign 就是宣传的一个策略 所以周恩斯基太聪明了 他太了解如何 透过媒体 透过网络 把他的诉求 让全世界知道 因为这是他的专业 全世界只有他 目前的全世界 只有他是艺人 但是你记不记得 昨天CNN 他有一篇文章 其实很直白的 因为美国给了很多军援 那CNN就说 这个军援事实上 到了乌克兰之后 是没有办法监督 他的流向 所以里面有很多的武器 什么刺针那些东西 说不定流到黑市 说不定流到了恐怖分子的手中 再回过来去对付美国 阿富汗当时就是这样 同理可证 除了武器之外 还有包括钱 那乌克兰之前的贪腐 是严重的 包括泽伦斯基 他当初是以打贪所胜选 得票率7% 非常非常的惊人 但是后来他也被爬输出来 他自己也逃税 他的太太买豪宅 以及便宜的价格等等 过程中也是疑云重重 所以 泽伦斯基在世界银行论坛的谈话 其实当然你说 就乌克兰的角度来讲 可以说得过去 可是如果就放租 在全世界的角度上来说 其实是说不太过去的 他说要针对恶气跟所有的金融交易 来科征类似战争税 抽到的税的钱将来要用来做乌克兰的重建 我好奇的是 泽伦斯基如果真的你有这个想法 叙利亚难道不要重建吗 阿富汗不要重建吗 全世界有多少国家被侵略 其实现在国际中已经造成了很大的 对啊 所以为什么就你乌克兰特别了不起呢 我还是要强调这句话 就是为什么好像全世界就是欠你乌克兰的 然后乌克兰是最重要的 乌克兰的重建 乌克兰的战争 乌克兰的一切都要摆在之前 那你泽伦斯基以前 有没有为了叙利亚讲个话 有没有为了阿富汗的讲个话 都没有 今天发生在你自己国家了 你说要来科所谓的战争税 但大家想一想 科了战争税惩罚的是消费者 他惩罚的不是俄罗斯 他惩罚的是跟俄罗斯做生意 买俄罗斯产品的这些消费者 全世界的人民 他们要用更高的代价 更高的价格去买到这些货品 所以坦白讲 科战争税这种讲法 说真的我对泽伦斯基实在是 不敢苟同 就是说这种人居然可以 讲出这样的话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 我看到乌克兰的民众 现在自己已经很惨了 还要开始募资来买这个战斗机 但是我要讲的是 潘朗拉文件当时提到 泽伦斯基跟他的这些官员们 在海外账户呢 他们要不要顺便拿回来捐一下 你们的豪宅 你们当时被这个潘朗拉文件 所掀出来的这些账户 这里头没有钱吗 这些钱要不要也一起捐回来 现在你乌克兰的人民 已经牺牲了他们的生命财产 他们的家园都已经破碎了 还要叫他们募款来买战斗机 那你这些官员 你身为这个乌克兰的领导人 你至少带头以身作则 把自己的钱先捐出来啊 光往水晨微酸性电解次第酸水 它能够真的帮助你 做好环境跟物品的行销 那像我们中天呢 全天摄影棚呢 都是不停地以水晨物化器 来喷这个水晨 保持整个空气的安全 那随时喷的话呢水晨水手喷 这个部分也非常适合 去哪里买呢 都可以到快点购